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我们今天来一下大盘的回顾 我总是有一个感觉,我感觉这两天 比特币就要突破2万了 2万是在这 我感觉这两天就要比特币要突破2万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12月1号,也就是在以太坊2.0上线的那天 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dump 最低达到18,400 然后在这里,最低达到18,100 然后在18,000以上站住了 然后后面是马上是两个扬柱 之后就在不断的盘 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量在 逐渐的变小 包括现在这段时间,几乎波动非常的小 而它的量也变小 对吧,量这边变小 那就是说在这边排来排去 就只有两种结果嘛 一种当量小缩量调整 缩量横盘的话就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最后是往上走 对吧,那这次往上走,我更认为在这边 击聚了三四天,两三天之后 应该会这一波有可能会突破2万 然后能不能占我,我们这边先不讨论 对吧,要么就是往下走 但是往下的空间又不大 最近确实没什么利坏的消息 对吧 因为疫情的疫苗又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说 疫苗嘛,又有一个研发成功了 是100%的有效程度的一个疫苗 对吧,好像就是在昨天也不知道前天 发出了这个 那就是说最近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空的消息 那我个人我觉得在这段盘整的时候 就是多空双方的较量 现在量也很低 对吧,量非常的低 那就是说没有人愿意买 也没有人愿意抛 成交量非常低 大家就在这个1万9 出头一点点在这边观望 对吧,又不想让它跌到1万9以下 又不想让它涨到2万以上 那我有一种预感 当然我有很多时候都是错的 对吧,但是我有种预感 可能是我非常看好这波牛是吧 我有一种预感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边在这里盘了之后 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盘到2万以上 那具体能不能盘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吧 我有预感就是这周或者下周 一周二周三这样子 这是我现在的 你看这个最近两根一小时的柱子 几乎是多空双方几乎是势均力低 对吧 而且量非常的低 那我们就期待它的盘整好吧 那现在的话 我不建议大家去做任何的操作 因为就算你现在做多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现在是在这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的话 这边到2万点也就只有一个3%左右的回报 而且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对吧 在这里盘的话很有可能下降到1万9以下 下降到1万9以下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到之前的低点的话 就是5%左右的回退 所以说风险还是有的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在这里操作 我建议是上了2万点之后 如果能够在2万点附近站稳 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站稳 那我们可以做后续的操作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2万点左右站稳之后 可以做一个后续的操作 那这波如果站稳之后 就说明币圈的牛是真正要到来了 因为上面已经是没有任何的阻力了 对吧 上面是发挥自由想象空间的时候 再加上媒体的一旦的宣传 中国大妈的入场 对吧 加上机构的FOMO 那这波可能涨到了3万4万 都是有可能的 行我们看看其他的市场 我们看到以太坊现在也是比较强势 现在已经在611刀左右了 那我可能已经是出了 我之前在615刀有一个卖盘 对吧 我可能已经出了 我还没去看 我该去看一下 我之前在576买的 现在大概是在615应该是出了 我看一看这一波的走势有多少 6.5%左右的涨幅 还算是不错吧 还算是不错 因为上次我在这里再跌下来的时候 我就做个视频 我觉得这次以太坊2.0上线之后的这段暴跌是毫无理由的 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近了一点点 近了不多 近了两个ETH的左右 那现在稍微的转一点吧 我们可以看到defi什么的走势都是比较强劲的 defi什么走势都是比较强劲的 我看一小时 你看在一小时上面几乎是一直在往上走 而相反的all coin呢也在这里盘 对吧 在看仿佛是在看比特币的走势 all coin 而defi呢 却有点脱离比特币的走势 比特币在盘的时候 它却悄悄的往上走了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defi的一些biz defi的biz 我感觉今天应该是涨得比较厉害 我们以看一下啊 avi已经八十几块钱了 对吧 YFI 我靠三万多了 又到三万多了 Iniswap 相对来说涨幅不高 对吧 还是在四块以下 Iniswap 我靠Synthetics前两天还看是四块钱 怎么涨到五块钱了 对吧 Kusama 涨到了六十档 这有点夸张 作为一个以太坊的 作为一个波卡的测试链 竟然涨到六十档 Compound你看 24小时涨了百分之十六 127档了 所以我个人感觉defi是在涨 很明显的defi是在涨 对吧 对阿依恩你看 也涨了对吧 涨了百分之六 Sushi Sushi怎么换图标了 Sushi现在已经涨到两块一了 你厉害啊 前两天不是还就六七毛钱 行 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大盘的分析吧 现在比特币这块争夺非常的激烈 几乎这最近的三个小时连柱体都看不见了 多头和空头是势均力低 而且量也很低 量非常的低 那我感觉这样再盘个几个小时会突破 那我具体往哪里突破 我是看多 不知道大兄弟们是怎么看的 如果看多的朋友们可以给我在下面留言 如果看空的朋友们也可以说出你的理由 好 这就是币圈老韭菜今天的一个盘面分析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 Peace